巅峰时期的乐坛,众多优秀歌手诞生,其中备受欢迎,作品优秀,专辑热销的女歌手常获天后之称,那时候无数天后趋向荣光,唱片销量动辄数百万。 然而,登顶后的她们,选择不同,有人回归宁静,有人追求梦想,逐渐淡出乐坛,另有些歌手,因时代变迁,渐渐淡出人们视线。 今日,我们来看看五位消失的顶流天后,现状千差万别,甚至有人被骗走三千万。 第一位,陈淑化。李宗盛赞予陈淑化为最会唱歌的女歌手。周华见评价其为天后中的天后,同年时期便展现出卓越音乐才华的陈淑化。 年仅八岁,就荣获台湾歌谣比赛冠军,陈淑化的母亲,一位传媒公司职员,成为了她的伯乐,精心培育这位歌坛巨星。 成年后,陈淑化结识音乐才子李宗盛,后者为她量身打造专辑《跟你说听你说》,创下百万销量,打破台湾唱片销售记录,主打歌《梦醒时分》,使陈淑化声名大造,获奖无数,之后的《明明白白我的心》,问《滚滚红尘》等热门歌曲,将陈淑化推向事业巅峰。 原本有望与王妃齐名的陈淑化,命运却在1998年发生巨变,那年,陈母意外去世,失去母亲庇佑的陈淑化如同断线风筝,坠入低谷。 陈母一直陪伴陈淑化成长,料理她的生活及经济事务,未能教她学会独立,也未培养她应对挫折的能力。 母亲离世后,陈淑化的世界瞬间崩塌,自专辑《失乐园》后,陈淑化逐渐淡出乐坛,滚石唱片和李宗盛多次邀请她回归,但她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对外界漠不关心。 2006年,李宗盛举办音乐会,给陈淑化写信道,淑化,一切可好,希望你已走出丧母之痛。 然而并未收到回复,再次听到陈淑化消息时,她已隐退近十年。 2007年,媒体报道陈淑化生活状况,居住在郊区公寓,精神抑郁,依靠就座版权收入维持生活,容貌已大变, 失去往日活力与干练,眼神空洞,宛如陌生人。 现今64岁的陈淑化仍未婚未遇,过着孤独的生活,令人叹息。 第二位,陈慧贤,在激情肆意的1983年间,那年刚刚18岁的陈慧贤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照耀着整个繁华喧嚣的香港乐坛,在那个音乐竞技场上, 她如同战神附体,一次又一次地掌获奖项, 与其他两位才华横溢的女孩,共同携手打造了一张魅力无比的专辑, 《少女杂志》,而其中的那首,《逝去的诺言》,更是被她演绎得深入人心。 火遍大街小巷,她那清纯无暇的少女形象, 再加上那如天籁般的嗓音,瞬间捕获了无数少男少女的芳心, 成为她们心中的女神。从此以后, 陈慧贤便稳坐保利金的王牌天后之位, 无人能够撼动。陈慧贤的音乐才华可谓是多才多艺, 无论是深情款款的慢歌,还是热力四射的舞曲, 她都能游刃有余地驾驭, 尤其是那首《跳舞街》,曾经是敌厅里少年们的必备歌曲, 引领了一代人的潮流。 然而,这位年轻的歌手对于事业的追求并没有那么强烈。 在功成名就之后,她选择了出国深藏, 寻找内心深处的宁静。 在她离开乐坛之前,她用那首《谦谦雀阙歌》唱响了《海内外》, 甚至有人感叹道, 只要有华人存在的地方,就会响起《谦谦雀阙歌》。 当我们再次听到陈慧贤的新专辑时, 已经是六年之后的事情了。 那是1995年, 陈慧贤已经从青涩的少女成长为成熟的女性, 接连推出了《我寂寞》、《问题女人》、 以及《心满意足》等多张专辑。 然而,当时的香港乐坛早已是新人辈出, 陈慧贤留给人们的印象依然停留在那首经典的《谦谦雀阙歌》中。 也许是乐坛的瞬息万变,让陈慧贤感到疲惫不堪。 他决定再次离开这个舞台。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陈慧贤经历了两次退出, 两次复出。 在这反复的进出之间, 陈慧贤再也无法重现当年的辉煌。 这十年来, 陈慧贤虽然重新回到了乐坛, 但他的演唱会门票却只能靠贩卖过去的情怀来吸引观众。 如今,年过半把的他, 孤身一人, 谈过三段恋情却都以失败告终, 甚至还一度传出患有抑郁症的消息。 现在, 陈慧贤签约英皇娱乐, 准备进军内地市场, 或许这将会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全新的起点。 第三位, 徐怀玉, 1998年, 在数字音乐尚未盛行之际, 徐怀玉享受到了最后一波人气飙升的红利。 那年头, 他发布了自己的首张同名专辑《徐怀玉》, 销量火棒, 疯狂突破百万大关, 成为台湾地区的销售奇迹。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位在台湾地区取得如此辉煌战绩的女歌手, 正是我们熟悉的张慧妹, 而其中最受欢迎的歌曲《莫过雨》《我是女生》。 这首歌几乎成为了当时所有青春少女们口中的流行曲目, 传遍大街小巷, 徐怀玉以及甜美的外貌和充满活力的形象, 赢得了平民天后的美誉。 在随后的几年里, 他的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几乎每个季度都有新专辑问世, 堪称娱乐圈的老母。 除了歌唱事业, 徐怀玉还涉足了影视领域, 为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荣配音, 并参演了《紫色角落》和《齐天大圣孙悟空》等热门聚集。 虽然戏份不多, 但却充分展现了他的超高人气。 然而, 人红是非多。 当徐怀玉全身心投入工作时, 各种负面消息纷至踏篮, 让他陷入了困境。 当年, 他的祖父在媒体前痛斥他不笑, 声称他抛弃了自己。 这无疑给徐怀玉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为了澄清事实, 徐怀玉不得不公开表示与祖父的关系并不融洽, 甚至透露自己曾在幼年时期受到祖父的虐待。 然而, 公众似乎更愿意相信那些负面报道。 他们渴望看到一个天后从云端坠落, 紧接着抑郁症, 耍大牌, 被雪藏等各种负面新闻层出不穷, 使得徐怀玉的形象严重受损, 资源锐减, 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尽管他多次尝试付出, 但都未能引起太大反响。 2020年, 徐怀玉在综艺节目 嗨转唱起来的舞台上再度亮相, 他用歌声唤起了观众的回忆, 仿佛将我们带回到那个美好的童年时代, 尽管已经步入中年, 但徐怀玉依然美丽动人, 只是增添了几分成熟的韵味, 大家都期待着这次徐怀玉能够重返巅峰。 然而两年时间过去了, 我们却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在日益衰退的华语乐坛, 老牌歌手想要翻身弹何容易啊? 第四位, 杭天琪。 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杭天琪并不熟悉, 可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他可是华语乐坛的最高水准的象征。 想想看, 那时候是多么辉煌, 时间来到了1988年, 杭天琪勇敢地走上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舞台, 他用《黄土高坡》和《我热恋的故乡》两首歌曲, 震撼了全场观众, 让人们为之疯狂。 他那高抗激昂的嗓音, 大气磅礴的唱法, 直接让他踏入了空振歌舞团, 成为了最年轻的一级国家演员, 真是太厉害了。 自此之后, 杭天琪连续九年荣登春晚舞台, 《山晴》、《无明行》、 同一首歌等经典歌曲传遍大街小巷, 深入人心。 然而, 当我们步入新世纪时, 杭天琪却突然销声匿迹, 几乎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 他的专辑也不再发行, 大家都在好奇, 杭天琪究竟去哪了呢? 直到2005年, 媒体突然爆出一则惊人消息, 原来他被外籍男友骗走了高达三千万元的财产, 杭天琪的情感之路可谓是曲折坎坷, 他曾与相恋七年的男友结婚, 婚后育有一女, 然而, 这段婚姻仅仅维细了短短四年, 便因南方的背叛而告终, 走出离婚姻影后, 杭天琪邂逅了这位外籍男友, 谁知竟陷入了金钱与感情的双重陷阱, 接二连三的情感打击, 使得杭天琪一度萎靡不振, 无心打理事业, 将自己深深地封闭起来。 2005年, 杭天琪再次迎来爱情的春天, 一位比他小时三岁的男子, 闯入了他的生活。 这一次, 杭天琪毫不犹豫地投入其中, 甚至不惜冒着高龄产妇的危险, 为他生育了一个可爱的男孩。 近年来, 杭天琪很少公开露面, 只是偶尔参加一些节目, 或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一下生活点滴, 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他, 历经人生起伏, 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 第五位, 彭琳, 你可能不知道吧? 彭琳和王妃竟然是同一年出道的, 但两人后来的星途却天差地别,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个疯狂的九十年代, 香港乐坛可谓是神仙打架, 而彭琳凭借其独特的高音, 硬生生地杀出了一条血路, 真是太厉害了, 他的嗓音细腻轻柔, 每一个音符都充满了真情实感, 仿佛能把人深深地打动, 简直就是人间有物, 所以说, 彭琳最出名的还是那些深情款款的情歌, 比如他的专辑, 仿佛是初恋, 我的眼我的泪, 如梦初醒, 窗外等等, 这些专辑都曾经获得过大奖的青睐, 销量更是惊人, 让人羡慕不已, 然而, 让彭琳真正火得一塌糊涂的, 那必须是那首由张宇夫妇精心打造的, 《求鸟》, 这首典型的都市化流行歌曲, 经过彭琳的精彩演绎, 将那种心甘情愿, 却又无可奈何的爱情状态展现得淋漓尽致, 真是太震撼人心了, 在事业达到顶峰之后, 彭琳以香港唯一女歌手的身份, 登上了97年的春晚, 真是风光无限啊, 与此同时, 她的歌声也传到了宝岛台湾, 红透了整个中国大陆, 真是太牛了, 所有人都以为彭琳会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 但没想到她却选择了回归家庭, 1998年, 她嫁给了DJ林海峰, 这段女强男弱的婚姻并不被众人看好, 但彭琳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走这条路, 婚后, 彭琳仅仅推出了两张专辑, 便举办了告别音乐会, 真是让人惋惜不已, 自2002年以后, 乐坛就再也没有了彭琳的消息, 大家只知道她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当我们再次看到彭琳时, 已经是十年后了, 她出现在黄伟文的作品展演唱会中, 声音依然动人, 但物是人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她, 然而, 彭琳并未对娱乐圈产生太多留恋, 她只是轻轻挥了挥手, 便回到了自己温馨的家庭之中, 如今的彭琳已经53岁了, 两个女儿也都已经长大成人, 她过着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 享受着岁月静好的美好时光。